数字货币分为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两大类 最具代表性的私人数字货币应当是比特币 数字货币虽然具有跨区域、匿名性、低成本、高效率等优点 但是在克服传统银行缺点的同时 它自身也面临致命的缺陷 由于缺乏监管 在暗网中流通 被人用于一些非法交易 包括毒品、武器等 或被用作国家级的洗钱工具 私人数字货币表面看上去是去中心化 实际上大多被中共或沼泽地等邪恶势力所控制 目前遭到SEC调查的币安 向中共提供投资人信息 参与非法洗钱 肆意非法冻结客户账户 恶意停止和干涉正在交易中的数字货币 白皮书显示发行2亿个 实际发行20亿个代币 币安实际上是中共的情报和洗钱的平台 谋财又害命 并协助中共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某些数字货币已然成为中共控制中国百姓 控制世界金融 称霸世界的工具 针对日益加剧的金融风险 美国 日本等国家 开始调查数字货币的违规违法情况 同时正在抓紧研究出台数字货币的监管法案 这一看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影子 就像那个碧安一样 请问碧安赵长鹏办公室在哪啊 你们知道吗 他住那你知道吗 赵长鹏是公开在任何地方说 我是没有办公室固定地址 我也没有固定的家庭组织 他在今年这两个月以前 他没有任何执照 他完全是非法 一个完全没有办公室 一个没有固定家庭组织 没有执照的人赵长鹏 他能5000万人注射也好 3000万注射 1000万有消费会好 他不说 你去想想 他突然哪天消失 你上哪找他家 那你请问 你们知道七哥住哪吧 你知道七哥是在哪吧 喜联储你们知道在哪吧 这是多大的不同呢 一个完全不承担法律责任 没有任何合法性 一个完全跟共产党勾兑的人 就被几千万人相信 2021年11月1日 由喜联储发行的喜币应运而生 喜币以以太坊 以底层技术供链为基础 在此之上使用摩根大通的夸尔姆技术建立私链 如果说比特币是第一代数字货币 以太坊是第二代 而喜币则是第三代数字货币 喜币是技术去中心化 责任中心化的自由流通数字货币 喜币发行上线固定 每年最多发行十亿个 发行一百年 总量一千亿 用发行收入的20%购买黄金作为锚定 确保其价值 严格的KYC 确保资金来源合法 与HPay结合 HPay无界化支付将真正的实现汇通天下 在当下数字货币的狂跌中 喜币价格稳如磐石 喜币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稳定 最可信 最安全的主权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 据郭文贵先生透露 喜联储正在参与和制定数字货币的标准 喜币将会是结合量子计算技术的 第五代区块链技术的领头羊 喜币即铸币权 货币铸币权是立国之本 其地位远超军队和国土 郭文贵先生多次在直播中强调 媒体的威力以远超核武器 未来社交媒体的成功在于信仰和真相的传播 和金融工具的安全性 如今主流媒体已被五大家族控制 并完全左右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甚至经济走向 即将于2022年7月上线试运行的躺平币 基于公链发行 量子计算确保加密安全 无KYC完全匿名 G媒体系列将于躺平币 使用即金钱的创新模式相结合 彻底颠覆主流媒体的商业模式 彻底打破主流媒体被几大家族所垄断的局面 G媒体系列将真正成为宗教信仰统一的工具和平台 是未来的信息交流和情报交易中心 躺平币发行量25万亿个 足以满足流通要求 躺平币将和喜币一起改变金融游戏规则和金融管理模式 喜马拉雅金融生态系统 就是把事物的定价权和财富分配权归还于人民 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 未来两种数字货币将独占凹头 那就是技术完全去中心化 严格KYC 有黄金锚定 与法币挂钩的中心化负责任的喜币 和完全去中心化的躺平币 那么今天的这个717这一天呢 我们现在破一个题 就是说您为什么把你的第四次专访定在717这一天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上次第三期专访的时候 您提到过616到717这个时间的节点 你能给大家先稍微解释一下 好谢谢小平先生 717呢这里边很有意思啊 首先我是排行老七 我家弟兄八个 我这盘国酒店也叫七型酒店 跟我这排行老七也有关系 同时呢 这个我们这个家里边呢 这个很多地方呢都叫七 因为我七受了吉祥数 包括呢 这个我订的我所有的计划当中啊 未来大家能回头一看 跟七都是有关系的 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事情吧 很多方面的原因 但最重要的事情 听到717 是当初我这个过去三年的计划 对这个计划的整个排 排到了七月份 就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几百个人调查当中 所有人都呆掉了 因为所有人查的并不难 他并不难 你懂我意思吗 小平 他都是公开的 就刚才我的信息 我公布了今天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查清楚的 不用什么公检法 就老百姓拿起手机 或者上工商局去查营业执照 法人是谁 谁这个身份证件 我都说一会公布了 他是证件 你都可以查得到的 然后呢 现在冠军他爹 除了你不知道 冠军的爹是谁 刘成吉的爹是谁 但你可以查出家庭里边 就我告诉你 这是王岐山的师生子 那么他们连在一起 是什么 刚才那个环你看到了 通过了陈锋王健 这是其中啊 王岐山其中啊 我们还有很多呢 其中就把他和孙瑶 王岐山连在一起了 王岐山和姚明 姚先生姚明山女士 他是女儿和师生子之间的关系 和那个恋的连在一起 这事大了 我今天第一次 今天717爆料 他是王岐山的师生子 而且他的生身母亲 已经被做掉了 他现在的护照上的母亲 很可能就是王岐山的妹妹 你就会知道 中国现在是什么 中国已经被绑向了 一个盗国贼的战车上去了 这个是完全的 不用任何动脑 我今天要做这个东西 你现在花了多少钱 多少时间 你是无法想象的 每一个字 我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的 这些公司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渤海金控 是天津市和中国金融业 现在最神秘 最有实力的企业之一 外号中国二个中金 二个中金 严格讲 在西方的金融界里边 把渤海金控 已经当成了中国情报战线 情报领域 这个还是中国未来 这个金融领域 最牛的公司了 就是号称中国的第二个高盛 结果我发现 全然的被陈锋 被刘承杰和姚庆 赵俊控制了 这个互相的贷款 都带着个进出货银行的贷款 我们看到了合同 和农行的贷款 中国银行贷款 都跟渤海金控有关系 你说这是什么概念吗 这是叫金融 不是盗国的 盗金融大骗 这是一个太可怕了 已经到了心脏里边去了 就中国这几年 就这几年 就王岐山上来这几年 王岐山书记 王岐山先生这几年 就把渤海金控给控制 整个中国华北一带 好的不动产 好的海洋项目 好的能源项目 全都拿走了 这已经不是20万亿 老百姓 咱们别看20万亿了 他对中国的这种金融领域的控制 那分分钟决定着你的命 所谓金融的安全问题 就是这种 而且关键是2015年 很多金融危机的抛售股票 间接政局查理 跟渤海金控都是有关系的 一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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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希望中国人 能有法治 民主和自由 干掉这个CCP 才能拯救全人类 种族灭绝罪 非法的政权 是一个国家级的 集团性的冒杀 他们制造的恐惧 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他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 给我们这个人种带来了尊严 树立中国人真正的形象 我们告诉每个人 很多是捐款都来的中国人 法治基金反正 没有你们战友们的支持 怎么可能有做点 任何给法治基金捐款 都是把命和安全 百分之百的相信的报应 文贵只能为每个人所做的 就是灭掉共产党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在南普国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o formulate strategies to eliminate internal political opponents the conference ultimately turned around the entir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according to Mao Zedong's revelation in 2017 when the former CCP leader Jiang Zemi suddenly fell ill is the young faction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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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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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烦乱 被思念填满 没有占有的日子 我真的好茫然 整天就像丢了灵魂一般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慌乱 不知怎么办 你们不在身边 真的好不习惯 我的泪已流干 你们管不管 来感觉了啊 接着唱 来感觉 掌声很重要 放 凤凰的夜晚 霓虹灯吹穿 天亮黑暗 赶不走孤单 午夜和白天 不停的交换 游走在街头 思念的孤单 相聚的狂欢 总是很短暂 转油的怀抱 转油的怀抱总让我温暖 无聊的回忆 让人很心烦 我又想你了 转油在哪端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烦 转油在哪端 我的心好烦乱 被思念填满 没有战友的日子 我真的好茫然 整天就像丢了灵魂一半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我对心好慌乱 不知怎么办 你们不在身边 真的好不习惯 我的泪一流干 你们管不管 我的泪一流干 你们管不管 此处有掌声啊 接着来 接着来啊 再来一遍吧 接着来 坑妹 太棒了 这坑妹能跟我弹琴 能活上不容易 一般人都弹风了啊 来点慢点了啊 凤凤的夜晚 霓虹的嘴船 点亮黑暗 赶不走孤单 午夜和白天 不停的交换 又走在街头 四年的孤单 相机的狂欢 总是很短暂 再有的怀抱 总让我温暖 无聊的回忆 让人很心烦 我又想你了 占有在哪端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烦乱 被思念点满 没有占有的日子 我真的好茫然 整天就像丢了灵魂一般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哎呦 我在唱 唱别近了 我在唱就该唱 把我唱哭了 来感觉了 我就不敢唱了啊 这现在真来感觉了 我在唱 就把我唱回凤凰城去了 就不敢再往下唱了 哎呦 这个 这词 哎呀 真是 这个 昨天我发给 在下飞机给了Q妹 然后在边刷牙 边洗脸 改了词 第二天早上Q妹就把录了一个呆帽出来 就我第一遍就把我听傻了啊 因为这个词真是我们只填了一遍 然后Q妹自己录着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歌词的每一个 每一句话都代表七个过去的十天 和战友们的心声 凤青黄 各位说叫啥名字 为什么叫凤青黄 因为我七个是2019年在凤凰城 给战友发的那个 跟大家开会的那个猴子山的视频 从2019年到今天 人类世界一切都变了 这是多少生命 多少鲜血换来的 我们新中国联邦走了这几年 凤凰 凤是男的 黄是女的 同时凤是和谐 黄是代表着整个的完美 凤凰又称白鸟之王 然后凤凰代表着和谐和完美 而且是再生 我们又在凤凰城 说今天早上定名叫凤青黄 所以说我唱这歌的时候 每歌词改的时候 没有改啊 就是我们改编的歌词 没有改 我们要感谢我们战友 过去是这个歌的原创的团队 发给我的 感谢他们 特别是凤青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第一句啊 凤凰的夜晚 迷洪灯璀璨 天亮黑暗 赶不走孤单 午夜和白天 不停的交换 又走在街头 思念的孤单 相机的狂欢 总是很短暂 占有的怀抱 总让我温暖 无聊的回忆 让人很兴奋 我又想你了 占有在哪端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泛乱 被思念填满 没有战友的日子 没有战友的日子 我真的好茫然 整天就像丢了灵魂一般 没有你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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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的孤单的意思 我相信你们没有人能懂我的感受 我们这五年的陪伴太难了 我跟你们分小别了十天 我才知道我们相互陪伴了五年 当我一个人和家人和咱们的所谓赵之地朋友开会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陪伴真的是 然后我对着凤凰城这么现代化的城市 我在高山上看上去 我真的感到很孤单 所以这词太好了 真是一天又一天我就盼着赶快走赶快走 所以提前两天就回来了 虽然很重要的会议啊 但是我真觉得很无聊 我觉得他好像所有的答案我已经有了 我就不需要再开会了 我也不需要他们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就早就是昭折地了 原来我们是阳光地 然后我突然发现谁和我走出了昭折 走出了阴暗 走向了阳光地 就是你们 你看看小王子 我今天看到了他不知道我看到的眼神 还有佳佳 刚才佳佳端着水果啊什么的 小飞向小飞侠 欣欣老师 田田 可美瑞文 咱们长岛市长阿甘 昨天晚上飞回来 小白 墨镜 我们所有的金 艾瑞克在站在这的时候 实际上我真的是感受完全不 因为我经历了另外一个回来 真的像太空一次回来以后 我想跟你们讲述太空的感觉 然后我更加看清楚我们自己 就是每个词儿 每句话我跟可美 我改完以后再也没改 因为他发自内心的来自我们 而且可美就把这个一下这个代表录出来了 我唱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是唱的是唯一的 是原创 没有修改 发自内心的 而且是基于事实的 原创 原唱啊 这个歌呢 就后边特别吵 你什么什么后悔了什么的 都是太太无聊了 虽然是我再有创造的 但是我们经过这个以后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我唱的 凤凰的夜晚 霓虹灯吹颤子 点亮黑暗 赶不住我的孤单 我感受太深了 游走在街头 思念的孤单 我每次每刻都在想到你们 真的 我看了那个弹钢琴的时候 我就是说 哎呦 如果可美站着坐着是多好 就我这好几次感觉到钢琴就在那搁着 我就想这个钢琴如果可美坐着弹什么 结果今天可美坐着就是我当时想象的感觉 是今天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可美 今天瑞恩 今天是我们的音响大师来了 让我找回了这个 这个唱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棒 今天墨镜和小白 和长导市场又找回了我们 那次直播的感觉 就是一连又梦的时候那现场的感觉 虽然今天我是一整天了 但是唱这歌的时候 我就把我过去十天 对你们的思念和我的孤单 和我们战友的意义 我都唱出来 我希望战友能喜欢这个歌 我这真唱不下去了 因为再唱 我真的是来感觉了 再来感觉唱不下去了 我们慢慢哼两下吧 来一遍 唱到哪儿听到哪儿好吧 唱到哪儿買动 调唱到哪儿 唱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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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单 相聚的狂欢总是很短暂 占有的怀抱总让我温暖 无聊的回忆让人很心烦 我又想你了 再又再哪端